各位观众们你好 接受2019年12月7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祝福投资朋友 周末愉快 那尤其天气变冷 如果说你要外出 也要特别去注意保暖 那回到节目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近的一个重大的一些新闻 那这个川普又改口 提到12月15号的一个关税 可能不会针对大陆做加税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感到非常的混乱 因为光上周就有四折的新闻 忽多忽空的新闻 那我们是跟大家讲 这个是没办法分析的 可以透过一些客观的数据 去掌握台北股市的方向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跟这些照片有关系 这个是郭台铭先生夫妇跟川普夫妻 在这个白宫里面的合照 造访这个微粥厂 那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有关系了 我们要跟投资朋友报告的是 接下来要特别去注意集团做账股 尤其在鸿海集团身上 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报告 台北股市的三支箭 所以今天节目非常精彩 一定要把我今天节目把它看完 那这个中方呢 对美也释出善意 针对排除大豆跟猪肉的关税 这个风向其实是有利的 那忠实粉丝们 如果说你是长期收视我节目的 11月23号的节目就跟大家预告 我认为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的几率 非常的高 从很多的迹象看出来 川普其实是有签署的压力 从美国农民的财务吃紧 像高利贷借款 包括这个农作物腐烂的情形 那你应该要锁定什么样的节目 跟订阅什么样的频道 12月3号的一个标普500节目上 这个拉回的时候 很多人会告诉你 台北股市 包括美国股市要崩盘了 但是我直接告诉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正常的整理 不相信你可以去看我12月3号的节目 那到今天12月7号 昨天的标普500 包括美国的道琼指数上涨了300多点 摩根台词 收盘了基本上也快创高了 在股市操作你要赚钱 你要怎么抱住股票 你不能够受到前面这些干扰因素 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 从这些风向来看 成功的几率相对很大 但是目前普遍的投资人 手头上不是空手 就是满手空单 这个从筹码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节目一直以来 都跟大家分析有据 11月27号的时候 跟大家报告 这个行情对多方有利 选择权的水位在多方 拿出数据告诉投资朋友 这个筹码面有利 12月3号告诉你 美国股市的拉回 是一个正常整理 我提出了这些论点 跟大家报告 台北股市的分析 最重要是资金面跟筹码 搭配各股的产业去做操作 负利率的环境 然后包括美元指数的拉回 全球市场钱很多 都会往亚洲市场走 首选绝对是台湾跟新加坡 因为香港反送中的事情 筹码面 如同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对多方是有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筹码数据 静约跟全面约选择选是呈现上升 那下方这个期货的部分 斯大特令法人的 尽多带领金来到靠近3万口 在周五呈现一个大增 这是一个筹码的表态 所以为什么美国股市在周五会大涨 法人一定比我们早知道吗 但投资朋友 周五的走势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股票卖掉了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差11点 就可以创新高 可以过11668的这个点 你要如何去抱住股票 都是需要透过系统的依据 我在早上9点32分给会员朋友的讯息提到 股票结构进一步收敛改善 贸易谈判的消息是正面的 我建议会员朋友手中持股续报 观察盘市中盘过后再找机会去做交易 早上的卖压视频就高你知道吗 很多人看开高的时候 很兴奋要去追股票 这个往下杀的过程 一定很恐慌又把股票卖掉了 没有依据你一定是没办法赚钱的 所以我在12月3号节目跟观众朋友讲 你把不擅长的事情交给专业 到穷其子的重挫 那你都会很担心想要砍股票 但是透过我们这些有客观数据的带领 盘中带领你不要去追高杀低 以及你要如何资金控管 我们节目都是预告分析在前面的 上礼拜日的节目告诉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会进入一个时间整理 代表说这个行情它不会呈现一个空间往下的大幅的修正 这个到今天投资朋友你是得到验证的 上市的部分是不是时间整理 在这个地方横盘 在这里的录节目 我告诉投资朋友 如果他要空间整理往下杀 他早就杀下去了 那为什么要亮缩 拉下引线防守这个区间呢 有盘中工具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至少不要去追股票 每天的交易少犯错真的非常有价值 而且重点在这句话 我直接跟会员朋友预告 消化卖压后向上的几率还是很高 所以观众朋友 没有股市的上涨 那周一的台北股市会不会冲出去 那接下来到底该买些什么 所以下半段的节目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多方的三支箭 如果我的影片对于观众朋友有帮助 邀请你在YouTube这里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请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这是给我的帮助跟鼓励 11月5号有提醒大家 要去做一些减码 台北股市将会进入震荡 同时告诉你多方不变 然后在11月18号也跟大家讲 指数空间有限 同时我跟大家报告 资金控制在五成以下 所以这段时间为什么很多投资朋友会害怕 因为你没有控制好资金嘛 在这里你没有懂得做减码嘛 那现在我先邀请投资朋友 先踊跃加入我的LINE 我们ID是小劳学权TEC 加入之后你务必传送贴图 我们每周都会整理信用筹码一律名单 针对有传送贴图的 你有机会提前收到这个信用筹码一律名单 你是我赖好朋友 去年7月1号礼拜日 我告诉赖的好朋友 国际的筹码面有问题 礼拜一礼拜二的国际创高到1310 你有机会去调整股票 你想买股票 哪些公司的筹码面出现问题 我们都在赖的主页上面会更新 4968的立基 11月15号 跟观众朋友报告立基 筹码面有问题 你是我赖好朋友 在11月23号之后 我们是跟大家讲 不要追高级级的 那信用筹码面是呈现绿色的有问题 都在这个名单上面 包括这个3665的茂连KY 这个筹码面是不是有问题 主页上面你都可以看得到 11月22号这一天 跟观众朋友报告 茂连这股票我们已经做出场了 那茂连是我们熟悉操作的股票 11月22号礼拜五 茂连已经做出场 并不是看坏茂连 而是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待会有没有持续性的 降低一些持股档数 当时的抠讯在这里 225以上 我请会有没有去做出场 这是在礼拜五早上 一早9点09分发的讯息 我们是在212块这附近去做个买进 这股票我们其实长期来回 操作过很多次 是我们熟悉的公司 持有茂连的你可以来找我们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出场 因为压力点就在230这附近 那在这个地方的筹茂面不仅没有改善 而且量是没有出来的 所以当然就只好先测嘛 那拉回要不要买再说 我们只有一套资金嘛 那现在有很多的选择 未必一定要去买筹茂面不好的茂连 所以持有茂连的投资朋友 如何操作 可以先加入我们的line 第一小楼学圈TC 邀请你做加入 这边可以看得到台积电的技术领先 也就是2020年台积电的成长 全年成长营收是上看2成左右 所以从这些基向投资票 你会发现到 权重最高的台积电成长 半导体占台股的权重很高 那你认为台北股市接下来行情会怎么样 这个历史高12682有没有机会过 我认为从这些迹象来看 从这些产业来看 是非常有机会的 樊宣这是半导体设备 我们在两个月前 当时股价在57块以下 跟他报告的3413的金顶 也是台积电的概念股 跟他讲的时候在142.5 樊宣跟金顶到11月底的时候 分别已经来到72块9 跟171块钱 上周金顶拉回的时候 我是告诉投资朋友 拉回买不是更好吗 因为这些产业是明年非常明确的 尤其金顶他又是鸿海集团的 我认为接下来鸿海集团非常有机会 这是一个产业趋势 你可以看到金顶在周五是呈现拉尾盘 站回去月线 随时有可能再出量往上做攻击 那这公司的目标价跟价位区间 也是在我们投资组合里面 包括微周厂强调已经投资了3.5亿美金 明年的投资会更重要 所以为什么郭董要去投资 这个这些机器设备 为什么我们看好 投资朋友无论是金顶 这就是集团内的个股 金顶相对一定是受惠微周厂的 包括2360的自贸 这也是产业趋势设备的支出 微周厂的很多设备 也是跟自贸非常有关系的 这股价经过整理 已经占回去月线 所以这些股票 相信投资朋友 忠实粉丝不陌生 因为我们都有带会有没有做操作 明年苹果将要发表 5款的iPhone的手机 包括你可以看得到 5G手机增加这个被动元件的使用量 像电感 我提到这个奇力星 2456奇力星股价先涨新闻在后 这是我们在11月27号28号 奇力星就有符合在我们系统上面 翻多有买进讯号 然后我在28号的会 已经告诉会员朋友奇力星 短期上面被动元件的资金有流露 非常的整齐 所以被动元件我告诉会员朋友三档股票 那现在要跟观众朋友讲的是 多方三支键 这是贵买的走势图 这个三角收链突破之后的回撤 回撤几次都有守住颈线 然后往上走 而且贵买中心是比大盘还要来的粗量的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一定是在贵买中心 短期在12月底之前 你要去注意集团做账 那多方三支键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认为现在到明年Q1的行情 会锁定在这三个族群上面 一个是设备的资本支出 就是台商的回台投资 台积电半导体的设备工程 第二就是5G元年 光通讯设备基地台 晶片零组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苹果的换机槽 苹果的5G手机 包括像天线 无线蓝牙耳机 以及无线充电这一块 那股票我们都经有精选好锁定好 如果你想操作 你认为接下来有这样的行情 你可以跟上我们投资名单的操作 周一我预备要带会们做进场 你学过技术分析的 你会知道这是一个三重底的形态 这个形态突破颈线之后的回撤 回撤都有手 他接下来会走什么 他接下来会走主身段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操作礼拜一预备 跟我们一起做进场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待会直接拨打电话 或者是透过填表的方式 这个是三支箭的其中一个族群 那包括跟大家报告的主流之光 光通讯我们也是看好的 这个看法上不会跟大家摇摇摆摆 那股票我们一样也是有做锁定 4908的前顶光电 这个也是做光收发模组的 我们在10月22号 前顶股价在10块附近 一路涨到61块6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你想操作光通讯的 我们有口袋名单 可以跟着我们去做操作 那你看我节目你会发现到 我们在节目上一定都会跟大家预告 我们整理好什么股票 邀请你来提前卡位 11月4号的节目跟观众朋友报告 我精选了三档股票 一档是人工物联网的股票 然后我们在11月15号跟大家开牌 告诉大家这张股票是6414的化汉 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这股票是底部起涨的第一根 那为什么要操作化汉 因为它是5G接下来人工物联网 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尤其化汉它又是鸿海集团的公司 所以12月份对于化汉是非常有利的 那会员朋友是在11月7号 在这个地方 我请会员朋友226以下去做布局 这是在早上9点14分发的讯息 收盘是222.5 一整天的时间 会员朋友可以轻松的 冲农的去布局这个股票 我相信很少人会拿出 对时对待的证据跟大家讲的 化汉在11月20号收最低 当天我告诉投资朋友 这股票获利角度分析它是低估的 所以在当天的收盘之前 我请会员朋友在247以下去做加码的动作 当天收盘是246.5 这个也是能够做成交 股票涨上来 我们在11月25号 我请会员朋友在261以上 获利一半持股 早上9点08分发的讯息 获利一半持股之后 投资朋友 一直到了12月1号的化汉 早上都有创高到263.5 你是看节目的 假设你有化汉的 在这里或许也是你去做一个减码的机会 那无论你要不要减码 毕竟这是波段看好的股票嘛 所以也未必要减码 但是投资朋友 这是我们带会员的操作 12月2号 隔天化汉打回来到248以下 我建议会员朋友在卓量把我们获利一半持股 做买回的动作 这个都是对此对要证据 在周五的化汉 它是呈现一个拉尾盘 收盘是253.5 所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行情不好的关系 我们做了一点价差 但是投资朋友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 接下来你要聚焦在集团作战的股票 尤其是鸿海集团 子公司里面我们相对认为化汉 以及所谓的经顶 都是非常有机会的 聚焦集团的操作 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那如果你想操作的 你可以跟着我们去做操作 所以投资朋友看投顾节目 我跟大家讲 这些事情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投顾节目有没有跟你预告证据 然后提出对此对要证据给你 抠讯一定要打上日期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打上日期的抠讯 你会没办法对 他是不是在后面才去补发这个抠讯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一定会 打上会员的主别日期 然后抠讯左上角的通数非常重要 像这位老师在早上9点19分 可以发63通抠讯 如果强势股乱发 收盘讲对的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如何判断我都有讲在前面 可以一一去验证 9月16号跟大家讲的加折 包括9月13号跟大家讲的普瑞 而且我们都提出对时最大证据 加折会员朋友在9月11号248.5以下去买 当天收盘是247.5 这个是对时最大证据 后面的加折 从在这个地方一路涨到300多块钱 到周五的收盘 加折还是收盘在300块以上的 所以这些股票 是不是波段的趋势股 你可以一一去验证我们的选股跟操作 那我们的资讯都是跟会员朋友做同步的 会员朋友在会员专区里面 不仅有会影音 盘中符合的数据跟股票 包括目前的大数据怎么样 我们都有教导会员去做一个判读 10月26号的YouTube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台积电概念股 那到现在是主流 你是不是一一得到验证 当时讯得的一个价位 都还在70块以下 观众朋友你有机会去布局 因为这股票他也不是很高单价的股票 到11月底 迅得已经收盘是78块钱 那最近的迅得收盘已经突破80块以上 最近的行情震荡 12月3号我还告诉投资朋友 多头的火种 所以为什么会看好半导体设备 为什么会看好台积电的一个相关概念股 你可以看得到这些资金来台湾 都有做实质的投资 南科三期 台积电的3奈米5奈米 要坐落在台南的基地 这个投资南科的金额超过兆元 所以你认为这些材料跟半导体的设备 不会涨吗 所以这个答案留给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都是提前 可以在股票起帐之前抓到这些公司 11月18号会影音告诉会员的 5347的世界 这个也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股价在66块钱这附近 我告诉会员朋友 回测月线在这里 可以去买进世界 那后面有没有回测月线 绿色这条是月线 然后开始往上攻击 所以台积电概念股 中时粉丝们 你已经验证超过两个月以上 这是百亿大股本的公司 周五的一个世界是呈现拉回 那它的目标价在哪里 到底涨完了没有 我们投资组合里面都有写 那多方三支键的股票 我们也准备好了 或者是这档股票 周一预备进场的 你都可以透过填表的方式 在看影片下方在这里 点选箭头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半花持股解析 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先解决你手边股票的问题 那你可以先换到这档股票上面去 邀请投资朋友可以透过填表 或者是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